距离国会大厦不到300米的末布草场 最近围起了超过成员高度的铁围离 联邦直辖区副部长拿督斯里·加拉鲁丁解释 这只是为了草场提升工程而架势的临时围离 不过公正党半递谷国会议员法米强调 铁围离看起来非常的坚固 完全不像临时围离 行动党四眼末区国会议员杨巧双 也质问政府这么做 是不是为了避免人民到国会表达诉求反映心声 我想问在BKL 这就是反映的国家 在连续剧部长大厦的发展 在连续剧部长大厦台上的发展 从从里面向南部长大厦的发展 在里面上的发展 是因为发展的发展 是因为发展成本来的发展 他们现在的发展 在今年不过来的发展 所以当我们有空像这些发展 的发展 与发展 当我们发展 在发展时的发展 我们不过来的发展 我们不懂得听到的发展 walaupun ini adalah tempat di mana mereka boleh berkumpul sebelum mereka ke parlimen tak perlulah belanja begitu besar fokus kepada upgrade padang bukan upgrade pagar pagar seperti ini saya rasa kosnya sangat tinggi mungkin beratus ribu ataupun berjuta jadi kita pohon Timbalan Menteri yang telah menjawab tweet itu Datuk Jalan Ludin untuk memberi penjelasan berapakah kos yang telah dibelanjakan untuk memasang pagar sementara seperti yang beliau dakwa Yang Chowchang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有民众透过推特投诉 漠不草场围起铁尾梨 虽然副部长表示只是临时架设 但是铁尾梨高度超过1.5米 结构非常坚固 不像是为了提升工程而临时搭建 这么做难免让人民怀疑 政府不想再看到有人聚集在漠不草场 再游行到不远处的国会提交备忘录 不想听到人民的反对声浪 才会围起漠不草场 一同召开记者会的法米也表示 维梨只有三个出入口 严重影响人民的休闲活动 他促请政府解释 究竟动用了多少资金搭建维梨 以及提升漠不草场 同时也呼吁市政局 完成提升工程之后 马上拆除维梨 感谢观看 内容 慈悦 应该 并且 演唱 育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